大家好,我是再忙也要自己做饭的车里 我现在是杨过 十几天了,终于能去SKP的BHG买点吃的 于是看到这样的场景 餐区的客人不算多,但还有一点 有的档口开着,有的档口关着 开着的档口客人也不多 其中差不多一半是营业员 但总算是有客人 董小味关着,布哥东京也关着 其实甭管开着还是关着 都是商家咬着后槽牙做的决定 BHG的入口没了任何检查措施 乍一看还有些不习惯 马上是眼底了,门口的堆头当然是圣诞的主题 超市里的不同区域也摆放了各种圣诞小人 在水果区,我正好碰到李慧小姐姐在给柠檬打签 我问小姐姐,柠檬有没有加价 小姐姐说并没有,还是29块94个 BHG的一切井然有序 客人的密度跟平时差不多 不管外面怎么样,大家家里的日子总得过 估计上班的白领就很少了 那些工作餐没看到人买 大部分客人估计跟我一样 是过来给冰箱补仓的 现在很多人羊了,这不要紧 要紧的是家里的营养要跟上 多吃蔬菜和水果,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优质的蛋白质要有一点,姜和蒜可以多买点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并且一键三连 等我更新哦